全國上街好吃的立志金貴就在首次鄉 拜年度全國立志金貴品質敏感的經濟 日常在操縱農會進行敏感 首次鄉民林鑽河以前的立志金貴 加百斤米又Q 火吃起來全萬到立志的香氣 因此是拿到的中間 也就是全國第一 十四合再起時 首次農會總幹事五名 首次鄉民進行家庭農友 特別前來很合格觀摩 鼓勵消費者蔡北有一個在地農產品 支持青龍 對著七十二年齣的林鑽河 來到它的冠軍立志金貴乘 房間設施施政兩分多的立志金貴 立志金貴外表是晚上色的 還有也是沉甘色的 口感吃起來已經米國山有Q度 拿去超頓農會比賽 拿到全國的特點獎 人家送一顆蘭菇 然後吃 欸 這東西怎麼那麼好吃 然後我就想說 欸 我自己來種看看這樣子 然後剛開始種 我們不會看它成熟的時候嘛 然後種起來 怎麼吃起來都水水的這樣子 然後就慢慢就問老師上課 然後看看 原來是我們要等它木質化 然後才可以採收 然後再放下來給它收水 外表形狀這個占二十分 那接下來看它切開以後 看它的果肉的厚度 然後再測升它的糖度 以及有委員來實際上吃吃 蒸煮以後來吃看看 它的這個蒸煮的吃得好不好吃 Q不Q 甜不甜 那這方面它幾乎每一項都幾乎滿分 唯一差別一點就是說 在外型稍微小一點 因為小一點是今年天氣冷 沒辦法吧 但是它也是滿分 它達到1.5到1.8 這是它贏人家的地方 最重要它贏人家的地方 就吃起來很Q 有栗子南瓜的這個味道 因為你種得好的話 才會吃得出那個Q多 還有那個甜度 尚指農會總感受理事長上人 也全天來到喝醉和中氣 帶紅磅跟辦法合併 非常希望我們的青農 在各個領域 如果有好的成績 農會站在輔導立場 包括可以跟農改廠 高博士他們 然後做一個深入的研究 看看如何提升我們的品質 今年非常榮幸 我們俊豪代表秀翔農會 參加獲得特等獎 真的我們都非常高興 立志金粿 尚以秋冬的首歌 在乎過幾個新年 修正鄉長臨業家 也希望鄉親 得到採救這粵冠軍金粿 我們俊豪所種的栗子南瓜 這個金粿 現在過年也在乎 所以說這種非常討喜 運勤的東西 也希望各位鄉親朋友 可以來賣我們俊豪的 這個冠軍南瓜 旁邊卡結實 綠綠綠的立志金粿 帶來風修的火器 也讓我們看到收水農民 一個技術上頭的厲害 也希望就此跟農友 好相交流 當時讓收水鄉的農業 發展更加多元 大中華新聞 林君秀水蔡宏博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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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